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亲爱的我们的乡亲世团好朋友 大家好 是你 让我今天可以继续站在这里 根据我们做产人的鸡蛋 根据我们做台湾人的鸡蛋 热情毫不拘谨 这是在台北看不到的吴英宁 回到彰化西州人亲土亲 他一口流利台语帮表哥站台 当起助选员超有苦笑 虽然经过这样的网友 经过这样的风波 我们今天以为大家可以在这里 最重要 就是我们的建设 一直以来都没变 大家说是不是 向来淡定的吴英宁 难得大声说出心里话 接任北農总经理以来 他哀得骂没少过 尤其被台北市长柯文哲盯上 成了政治沙包 我是不老实说他懂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讨论过的 没有理由输给一个 北農的总经理 我最受不了的是 你还找一员来执行我们 这个我就实在是太火大了 真的太过分了 这搞什么鬼了 为了市长改建案多次爆出口 让柯文哲听到旧报所的 吴英宁是第一 也是唯一一位 但镜头前 他总是温和平静 并没有说故意说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动作去质疑市长 其实是不可能这样子的 柯壁对上吴英宁 全权打在棉花上 极度交手没占上风 还自上几分 一度错了民调数字 吴英宁不跟柯壁 我不跟你正面对战嘛 你讲你的你骂你的 我不会马上第一时间 来跟你玩博 但是慢慢的我抽丝剥茧 一样一样的事情 证明说 北农没有错 吴英宁没有错 错的是你可疑 要让一个所谓的政治素人 凸显出他的狂妄 他的自大的这种本质 就是要透过一个 比他更素的人来凸显他 吴英宁刚好扮演了 这样的一个角色 吴英宁形容自己 就算是兔也是只野兔 因为地方上 盘根错节的势力 没有比台北太平 他不想当谁的政治提款机 唯一一次镜头前落泪 世卫相亲抱不平 很多农村的老人家 他们说你辛苦了 你一定要撑住回到台北 我大多数的时间是生气的 我们不得不一定要站出来 告诉这些抹黑跟打击说 北农或者是我吴英宁 并不是可以任由你们 这样子的不停的抹黑 不过这并不影响 我们当时接这个位置的初心 原本低调现在也学会 站上火线替自己辩护 吴英宁被大众认识之前 在文化界社运圈早有名气 农地墙自备征收的农民 会发动更大的抗争 没有必要再做这个工程 抢农民的用手 肉身抗怪手不算什么 吴英宁为水运剃过光头 年轻时独自跑到墨西哥 采访武装革命 回国投身农狱 写了一本二十五万字的 《江湖在哪里》 探讨台湾农业问题 在地履历几乎没得挑剔 去协助农偶去做行销 跟推广的时候 或是在抗争的过程中 去张南园区 之后包含去抗议说 所谓的赤载悲菌的 抢水问题的时候 他冷战在 比较逼的陶件的时候 他是不会退缩的 英宁都属于这种的 说你要找他做事 他就会很简单也很容易 他也不会退缩 江湖正在出发 前往地下社会 必须先闪躲过妈妈 四十六岁的吴英宁 人生历练不向外表 清汤挂面 他是作家 是文青 还是个愤青 进入北农这个江湖 还没学会政客那一套 难隐藏的本性 反而让各方政治枪口 失去准心 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 不停地在往那个 我们认为好的方向前进 就是你不停地革命 我就是去做 我认为是那个方向 我就尽力往那个方向去做